手舉標語在飯店大門前 集體繞行呼口號 美國勞工節廉價出遊高峰期間 飯店業工會號召大罷工 包含波士頓 西雅圖 舊金山 及夏威夷 檀香山 等8個城市的25家飯店 有萬名員工響應 所以在疫情中 在住宿舊工作 他們已經削測了 所有的員工 員工抱怨疫情後旅客回流 但卻沒恢復過去人力配置 如今工作量完全超載 我們要求是一個優勢的合約 店員並不適合 他們在擔心的是 他們每年都會獲得一萬億 我們正在挑戰 薪資也沒追上通膨 許多人被迫兼拆 長時間工作影響健康 包含西爾頓 凱月和萬豪等連鎖品牌 都有員工加入要求資方承諾加薪 將實信在四年內達到10美元 大約320元新台幣的增幅 這次罷工預計持續三天 會不會擴大 還得看飯店資方給的答覆 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